演言夏日 怎么会像是十月份的Halloween呢 其实啊 这是在洛杉矶国际会议中心 从七月二号开始 将举行为期四天的日本动漫展 从一大早开始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 穿着像日本最热门的卡通 还有漫画中的主角人物 来到这边共襄盛举 他们的装扮都非常的像哦 那至于还有什么 比较更特别的特殊造型呢 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吧 由日本动漫振兴协会 自1992年开始 在全美各地举办的日本动漫展 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动漫展 而且一年比一年盛大 自去年在洛杉矶首次举办 便成功吸引十万人次到场后 今年再度于洛杉矶展出 数万名动漫粉丝精心装扮 俨然是动漫人物 从幻想世界走了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的动漫展 我经常去到运营充 现在的动漫展展非常棒 因为我喜欢《Noruto》系列 而Sasuke是我的最喜欢的角色 准备了一半时间 发布很快的发布 发布了 然后我做了一位好友 他很好的面色 他帮助我 有点比较老实的 八年前的战略 这件衣服 就算是六个月 从制造到最终的作品 动漫迷还有机会在现场 遇到热门动漫作品创始者 并与动漫大师进行交流 或是也可以上台模仿动漫偶像 意愿进入幻想世界的梦想 来到这里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行头不够 你还可以随时看到 这边有这么多这么多种不同的耳朵 让你可以随时做更新的打扮哦 可爱吧 除了打扮成猫女外 其他像是火影忍者 死亡笔记本 还有月光美少女战士 都是动漫名模仿的热门人物 或是也可以走卡哇伊路线 一样吸引众人目光 虽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人 不过他这样子整个打扮起来还蛮可爱的 很像真的很像从卡通里面出来的人物哦 另外正常也有无数动漫影片 化作和模型 让粉丝可以一次网罗所有收藏品 加上来自日本的道地和服 让人感受到浓浓冬营风情 很多人都在买它 他们都在日本的手机製成 从1970年代到1970年代 所以他们都真正确实 我们这里有最大的招牌 我们这里有新的衣服 我们是新的衣服 我们也喜欢帮你帮你 帮你帮我帮你 来到日本动漫展的地方 你就可以换上像这样 一身美丽的日本和服 让自己更融入日本文化哦 今年洛杉矶日本动漫展 与法国巴黎日本动漫展同步举行 欢迎所有日本动漫迷 共度精彩又有趣的变装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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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